Gong 走路吧 我是樂群 今天帶大家去釣魚 有沒有 闊嘴 它很漂亮 還是 你看它的旗的顏色 軸旗 來了 這個 size 剛好摘一摘好吃啦 那種太大就算了吧 好吃嗎 快速給它攪韻 哇哦 瞬間上射 攪一攪 如果你在晚上刷到這一個影片 看到這一段 對不起啦兄弟 太好吃啦 關上影片前 請幫樂群訂閱打開小鈴鐺 還可以加入會員 贊助我們的頻道喔 跟我走吧 蝦皮商城正式上線啦 趕快來逛一下吧 這個節目是 RASAMIYA的提供 我送你 很想要吃一個料理啦 就是 炸西魚 今天 來黑金 大雜蟹之家 我們釣一點小西魚啦 小隻的就好 剛好炸 大隻的我們就把它放回去 今天介紹大家在 溪邊玩水的時候 的必殺料理 什麼才是人間美味 看完這一集就知道了 好 我們先去釣魚 好 走 這什麼 喔 好小 我感覺是那個大石頭的 瀑布上面 應該是有一個新天地喔 魚 iod喲 可以喲 這是什麼 小馬口魚 慢慢來 填 酥炸小小魚 原來是換一個點來釣小魚的 原來對不起 我現在釣得很快 小魚這個猖狂啊 哎呀 好小喔 那邊好像比較大的 小小的炸了酥脆 可是會連魚都狂狂那種 中了 小小的 超小的那種 中了 喔喔 有一點份量啊 喔好像 古花 極流勇士 所以翻身會亮亮的是古花嗎 不一定啊都會 都會亮亮 都會亮亮 勾到那個 喔 良心花 欸 啊 掉了 好啦 我們往回走 啊 不要 你的浮標 為什麼我浮標會斷 掉了 快點快點 搶救我的浮標 快點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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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掉了 唉唷 喔喔 斷掉是不是 對啊不要那個管斷掉了 太扯了 剛剛釣沒有拍到啊 這個是 西哥的 忘記是公語還是詞語的 這叫紅毛 它會變成這個樣子 大家看 有沒有 闊嘴很漂亮 你看它的旗的顏色 喔很綠綠的 然後它這邊會有 你看一點一點顆粒 對 它還蠻大直的 可以變成 紅毛的就是 性器什麼都已經成熟了 都可以繁殖了都應該都有一定的大小 那這隻叫它還快回起來 很漂亮喔 西裡面最漂亮的我覺得就是這個 除了鑽魚科的以外 它顏色比較豐富 對啊很漂亮 嗯 夠了那麼緊 好 那這樣 掰 直接放了 好啦 挑幾隻我們想吃的就好 其他放掉吧 回去長大 其實我放在網址裡面的沒有那麼多耶 都是死兵比較多 我怕你都把它放掉了 欸走不走啊 不太想 弄個6隻好了 這一隻 其實馬口也不多 都掉到死兵比較多 對啊 好啦 差不多這樣 留5-6隻 其他的放生 你要不要走 啊 各位啊今天就簡單來 做個炸魚料理 首先鍋子 然後這個 50年釀造的沙拉油 很重要嗎 喔這很重要 沒有這個就做不成 倒油 今天油不用成本喔 好油 啊炸東西本來就要油啊 這樣算少就得 好 開火 一般這個炸可以很講究 就是比如說 沾點粉 好啦那其實 then 火臉 對那其實 直接這樣塑造就很好吃了 小火慢炸 來搞一點 走起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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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喔喔喔喔 我在打 我在打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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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喔忘了把水瀝乾了 很酥欸 很香很酥 喔你看 這是一個金黃色的 樣子 最天然 欸這樣炸一炸酥酥的啊 是整隻魚都可以吃 來囉 你要幫我推一點啊 你會不會噴到啊 你會噴到 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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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不一樣 這超棒的啦 我先嚐嚐看 好吃嗎 嗯 有熟嗎 喔 香 差一點胡椒鹽 來 吃吃看 等一下 這樣太燙了 不會 真的 香 是不是 我說差一點胡椒鹽 忘了帶 來 走你 我這也不用胡椒鹽 一點多一點那個鹽巴就可以了 欸 那邊很濕 黑色 這個尺寸剛好咱一炸好吃啊 那種太大隻算了吧 瑋什麼 ! 炸魚天婦羅 你有沒有裹那個麵衣 一定要麵衣才叫甜不辣嗎 我不知道 其實只要炸到它金黃酥脆有沒有 定義的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裡面還會有點嫩 感覺是不是有這麼一回事啊 哪一回事 我還是會煮菜的吧 我現在只記得我剛剛被油一直噴到 我剛剛有一個一直佐 自己丟魚下去然後噴油然後躲地獄 哇 很燙啊 可以嗎 真 其實蠻甜的 那我告訴你一個秘密 嗯 這是我為了拍這個片 第一次炸魚 哈哈哈哈 所以我今天是過來這邊然後被你噴油對不對 嗯 你會把腰子 好慘喔 我覺得不錯欸 你下次要直接在演 嗯 啊頭可以不要吃的吃身體就好 它會有點苦欸 嗯 你直接拿那個頭就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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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哲有份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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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來 滑完水了 西邊 最好吃的大餐來幫他演示另外一波 好不好 先來取一點 這個天然的礦泉水 好把它燒開 再來勒 準備兩包 兒時的回憶 統一露燥麵 我跟你講 這個露燥麵用泡的喔 不稀奇 但是用煮的喔 那味道夾粉 而且還要夾 齁 今天早上 去買了兩個蛋 真的在玩水的時候 全身濕濕的來一碗這個熱的湯麵 那應該要是 你還沒有玩完的時候 就應該先擠 有這麼多人是不是啊 等一下麵上來就爛掉了 怎麼吃啊 先把水煮開 喔 我在這邊咬半天 它這裡原來 統一露燥麵真的有個缺口 因為你智山不夠高 好笑 油包 香 有那個香味 喔 讚喔 有沒有開始餓起來了 那讓我想到 突然吃那個乾麵的味道 垃圾收好 來 再來要放入兩顆 老母雞下的 這個 好吃的雞蛋 欸其實 煮這個泡麵的時候 有兩個流派 一個是吃 完整的 溏心蛋 直接煮水煮蛋的這種吃法 跟一種會打散在湯裡面的煮法 不知道 你們是屬於哪一種流派 你們覺得哪一種比較好吃 下面留言告訴我 滾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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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為了要讓那個湯喔 湯頭更足阿 我要把火灯小一點 不用不用 煮開一下 來 為了要讓那個湯更足更濃 因為很冷主要是喝湯嘛 蛋先打進來 我平常是喜歡吃那個 荷包蛋 溏心蛋的 這種 然後 快速給它攪韻 攪韻之後沿著鍋邊 瞬間上色 攪一攪 好厲害 好 它現在開始滾了對不對 來 下面 下 再下 謝謝 不要浪費 喔 可是這一集可能 等一下會有多留言告訴你 你不可以這樣煮阿 或是這樣子 我會這樣煮就是最好吃的煮法喔 有沒有 好讓它靜置一下 已經滾了 好 悶 直接先關火 祖傳的 辣椒醬 提點味 沒有這個也沒關係 這一鍋已經夠好吃了 哇 整個檔次都不一樣了 哇 整個檔次都不一樣了 再開點火 如果 你在晚上刷到這一個影片 看到這一段 對不起阿兄弟 太好吃了 翻一翻 行 起鍋 來 吃個味道 喔 喔 喔 汗 只有暖 超暖 超暖 來個麵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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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 絕對沒有螞蟻的味道 而且我喜歡吃硬硬的麵是因為 它有點Q彈的味道 對啊 比較像在那個外面買的麵 太短的話吃起來 就是一半爛 來為了表示我沒有虎爛 讓小幫手來感受一下這個湯頭的威力 湯頭 還 來感受一下 還蠻好吃的 你除了好吃沒有其他的洗濃子嗎 喔 喔 它現在有點冷 冷冷的時候來上一碗 超讚 這個蠻好吃的 好啦大家看一下這個 超級無敵 懷舊肉燥麵 好不好 記得 今天大家有機會來 西邊玩水的話 一定要準備這個味 好不好 好吃方便又營養 喜歡我的影片大家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下次影片見 掰掰